完了完了大貓不火了 都沒人給大貓點贊了 大貓的生存點贊越來越少了呀 是怎麼回事啊 是因為這個資訊任務 大家好無興趣嗎 不是我不夠努力啊 實在是這個資訊任務太難了 每當你們只看了幾分鐘的視頻 其實我錄視頻錄了至少半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才錄上的素材 所以說我們現在到底怎麼辦呢 這資訊任務目標我們才完成了26% 聖靈虎位花語者也16% 這要種的東西太多了可就 你們對什麼比較感興趣啊 其實大貓這個生存的boss已經全部打完了 現在都是在種一些樹一些植物什麼的 希望大家給大貓一點意見啊 我這個生存還能幹什麼呢 在大家的建議還沒出來之前 我們還是繼續去完成任務吧 現在的話要去幹什麼呢 上次新人掌花對 新人掌花掌 我們傳送直接去沙漠 誒一過來就有鯊魚領主 不巧了敢巧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啊鯊魚領主 OK搞定了 我好像還沒有掌握到打沙漠領主的訣竅啊 打了一個沙漠領主打了這麼久 來吧繼續找我們的新人掌果實 這不是每一顆新人掌他都接果實了 我們去商人那裡看看有沒有賣的 好呀商人們 我來找你們買東西了 誒一來就刷到了 新人掌種子 誒不錯 誒是完了 這邊再來刷新一下 屍性這麼便宜買一點 這一個一顆新星 能賣一點是一點 誒是完了 一共買了30個 不錯不錯 但是咱們新星只有125顆了 這個樣子下去 不行啊 那我們只能去打兩個羽蛇神 獲取的新星來用了 剛好我們之前有遇到羽林神殿 給他打點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直接過來開打 第一隻 第二隻 不錯不錯 已經132顆新星了 又可以去找遊商買種子了 親愛的商人們 我又回來了 你們掙大錢的時候到了 畢竟要想遇到新人掌種子 得一直刷新 又很浪費新星 這沒有新星了 我發出來有什麼用啊 提取點新星禮盒吧 打了兩個都不夠用 我太難了 全部買完了 新星也刷完了 我們來看看 一共有多少個新人掌種子吧 這才一組啊 也不夠用啊 但是咱們沒有新星了 現在變得好窮啊 14顆新星 等下一期我要做一個 能刷新星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推薦的呀 走吧回家 那我們這期視頻就到此結束了 拜拜 下期再見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你們看看 這是多少隻迷路啊 怪不得以前老有叫聲我 說什麼呢 雲奶密密麻麻的迷路 所以推多了吧 看得我密集恐懼症都犯了